让人觉得有一点肥一所思 因为讲到减肥顾名思义的话 就是要减轻体重 不过您相信有人却越减越肥吗 在辽宁就有这名女子 她吃了减肥药之后 体重却暴增了 短短两年 她暴肥一百公斤 让这位王女士不想活的原因 是吃了减肥药 在短短两年间 把自己吃成了庞然大物 当时爱美的她 受不了自己变胖 开始吃减肥药 没想到一个疗程 还没吃完 不可思议的作用就出现了 王女士当然不敢再吃这种减肥药 没想到药一停 她的身体就像发酵的馒头一样 糊糊的长 短短两年 她的体重从75公斤暴增到170公斤 大大的肚子 有种的四肢 让她生活无法自理 也没办法爬上四楼的家 医生说这是减肥药 改变了王女士的体质 所以当务之急 必须先让她恢复健康 然后才能重新踏上减肥之路 中期新闻江明珠 王用琴 上海综合报道